或许是个好日子吧 好多单位都选择了开业 新的一年又开工了 CBA联赛虽然还没有开始 但是各队都已经开始训练了 志在夺冠的辽宁南岚也不例外 而且他们的准备工作还不止训练 所谓功欲善骑士 必先立其器 一支优秀的球队 是一个分工合作很明确的团队 尤其是事关球队训练方面 必须要是无拘系 专业人做专业事 辽宁南岚自然也明白 所以他们补强了教练团队 辽宁南岚目前已经签了一个助教华莱士 这是已成定局 只不过俱乐部并没有高调官宣而已 但是也已经是准官宣了 这个华莱士不是陌生人 之前他在北控南岚担任助教 是马布里的助手 马布里也是一个专业的篮球人士 他找来的人基本都是专业的 所以此次辽宁南岚也是本着用熟不用升的原则 尽量找熟人 熟悉CBA的外教 以便于更好的帮助球队 辽宁南岚之前也是有助教的 马丁内斯就是 但是马丁内斯由于身体原因 最终选择了离开 回国休养了 马丁内斯的离开是辽宁南岚的损失 当初郭世强下课 辽宁没有教练证的时候 是马丁内斯指挥辽宁南岚 跟广东队在总决赛而战 当初他看到赵继伟被对手先制后 果断换上高尸炎 曾经被质疑 如今看来这一步无可厚非 也显示出他的能力与专业 赵继伟的确不错 但是对阵广东队的时候 的确是有点吃力 第二阶段的比赛蒋心拳指导也没有随队 杨明一度行呆影之 如今好了 话来是来了之后 杨明也多了一个帮手 辽宁南岚的教练组不是没有补强 吴庆龙 柴长翼等人也是加盟了 但是一个优秀的教练团队 仅仅有这些人还是不够的 无论广东队还是上海队 教练组都是很专业 所以随着赛程的深入 辽宁南岚也是在逐渐的补强 一切都是为了让教练组更加专业化 以此增加球队持生的把握 毕竟总冠军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获得的